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甚麼事這麼苦惱呢? 這樣的, 我的棕櫚身體一般 很想新一年補一補它 行, 這個植物全營養飲 和綠寶王就適合你了 這個營養飲有豐富的植物性蛋白 和各種維生素 不但可以提供全面均勻營養 還可以幫助人體組織修復 提升免疫功能 綠寶王低糖, 低咖低脂 可以幫助體重管理 和平衡腸道菌群生態 那就好了 因為新一年, 我要身體健康 大家這樣說,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恭喜發財, 師傅, 新年快樂 鄭林師傅, 近幾年 大家非常注重健康 接下來套年又如何呢? 套年, 看納春八字 是季貌年, 甲人月, 季字日 和無午時 整個八字金木水火土 就缺了甘 甘在五虎六狀裡面 代表長度 代表著呼吸系統 我相信其實疫情 可能還要持續一段時間 但疫情會慢慢減退 我們繼續努力防疫 但講到榴槤 我們因為知道疫情那麼多 疾病那麼多 我們都要留意一下風水方位 其實病星就是二黑星 今年二黑星就去到冬位 所以留意如果床頭 老人家、小朋友 體藥人士 最好就不要躺躺在冬位 因為冬位會令到疾病 就更容易發生 在風水上面 另外就有一個五黃位 就講血缸之災 或者手術開刀都算 就是這個西北位 所以西北位 通常我們都要避開做床頭位 而擺設方面 通常冬位病位 就放黑壁西 黑耀石 或者開缸的葫蘆 傳統就覺得 狼鐘和神仙 就用葫蘆收藥和再養 所以可以化病的作用 而這個西北位 最好就放放安隱水 或者清潭氣 對我們化減五黃 有很大的幫助 另外也可以簡單一點 就放銀氣、銅氣 亦都可以化解五黃、殺氣 收到光了 那新一年就祝大家 身體健康 盛丁師傅 套年屬馬的朋友又怎樣呢 其實每年都有幾個生肖 是犯太歲的 其實屬馬的朋友 今年就有三型星 三型就代表著型法的意思 所以今年屬馬的朋友 真的要奉公守法 不過在因緣方面又不錯 又有太陰性 太陰特別是女貴人 同時是穩定性比較高 如果男性來說是有桃花運 加上有天氣 有機會是天丁 但要留意 有貫索和勾神 要量入為出 財務方面容易出問題 屬馬的朋友最要記住了 想知道因緣桃花運 記得留意下一集 Kinuhimizu 肚年開運秘笈 3 3 4 4 4 5 5 5 感谢观看